便不能觉悟 忏悔的目的 是为了转变自己的恶习与过失的心 事不再犯 四 更不能醒悟忏悔的作用 是为扭转那些障碍自己 往佛道前进的一切错误 和偏执的善恶思想行为 引导激发 培养 修学圣人 出示圣德之心 而行惨慧 五 只是停留在口念心不醒的忏悔上 则任何的领忏方式都会流于形式 而达不到忏悔最下的根本目的 以此形式化的向弥陀理探 向往生净土 以此形式化的向弥陀理探 绝无可 二 用七种心禅会 上 一般居士学佛停留在什么程度 佛明经上说 遇灭此烦恼障 业障 果报障 三障追障 当清七种心 以为方便 然后此罪 乃可得灭 何等为气 一者 惭愧心 二者 恐怖心 三者 厌离生死心 四者 菩提悲至心 五者 愿清平等心 六者 念佛报恩心 七者 关粹信本空心 这七种心 实乃每一个学发菩萨心者 进入佛道的七个修行辞地 而一般居士学佛的程度 因为周遭环境 人世 秦才的前半 大都停在前两个 忏悔心 与恐怖心的学习阶段 不能进步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学佛就是学慈悲 慈悲的对象 就是普度众生 对人来讲 那些还不懂的佛法 不信因果的人 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 对众生来讲 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 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 对无形的来讲 鬼道 地狱道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 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 所以希望各位呢 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把生命电视台 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 那么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 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 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身员区 我们希望在台湾最好 又多盖几个大蒙山私食道场 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 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生邪医院 生邪安养院 孤儿院 未婚妈妈班 这个都是生命电视大道场 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 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 让生命电视台把这些工作 洪凉到全世界 阿弥陀佛 有一位名叫王佑的年轻人 他身患非常严重的不明疾病 无药可医 可能随时命丧黄泉 医生 我先生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 唉 他得到了不明疾病 我也诊断不出来原因 所以无能为力医治 对不起 请您要有心理准备的 啊 医生啊 你一定要救救他啊 唉 我已经尽力了 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真的没有办法 对不起 月儿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 爸 医生说 他的病得得很严重 恐怕 恐怕 恐怕很难治好啊 啊 怎么会这样 王佑 你还是躺着休息吧 别起来了 悠儿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 我躺得太久了 我想到院子里走走 那好吧 我扶着你到门口站会儿吧 但是不巧在这个时候 天色突然大变 乌云密布 眼看一场大雨就要到来 哎呀 变天了 看样子 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啊 起风了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还是进去吧 嗯 好吧 就在王佑将要转身回屋时 突然从厨房门口 传来了母亲的叫声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跑到厨房来了 怎么回事 老婆 你在厨房里嚷嚷什么啊 你们快来看啊 厨房里有好多蚂蚁 蚂蚁 厨房里怎么会跑进去蚂蚁啊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嗯 好吧 原来 由于天气变化 即将下雨 这群蚂蚁 想躲到厨房的柱子 逐潮避雨 在厨房门口 还有许多蚂蚁 忙进忙出 你们看 这么多蚂蚁跑进来了 而且还有好多不断地往里面跑来 这么多蚂蚁跑到家里来 实在很麻烦 赶快想办法把他们弄走 哦 我这就用水把他们给冲出去 就在母亲准备用水将蚂蚁冲走时 王又赶紧出声 白手制止 妈 请不要伤害他们 幼儿 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妈 我身体不舒服 将心比心 更不忍看到蚂蚁灾难临头 我看 还是先让这些蚂蚁 在这里躲几天 等到天气放晴 外面干燥以后 再拿扫帚干燥就好 好吧 这些蚂蚁也很可怜的 那就听幼儿的吧 嗯 家人担心王又受到刺激 病情加重 于是就不去驱赶这些蚂蚁 让他们留在了厨房 当天晚上 王又病情加重 发起了高烧 热 好热 好热啊 就在王又高烧昏睡时 他梦到了一群黑衣人 拿着扇子帮他伸风 还往他脸上喷水 让王又感觉非常清凉 本来闷造的热气 渐渐消除 精神也慢慢好转起来 哦 我们的恩人病得好严重 他的额头好烫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得赶紧帮忙他降门 嗯 不能让恩人的病情加重 明白了 我们加紧动作吧 好清凉啊 真舒服 第二天清晨 王又的病情大有好转 也能自己下床喝一些粥了 幼儿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现在感觉身体非常轻松 今天早上 他一起来 就自己下床捧着粥喝 看样子 他的病已经好了许多 谢天谢地 我幼儿的病终于好了 王家再次请来医生 为王又诊断 医生惊奇地发现 他的病竟然痊愈了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咦 真是奇怪 医生 我先生的病怎么样了 昨天我看他的身体 还是非常虚弱 并且脸色也非常不好 没想到才一夜之间 他的病竟然痊愈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奇怪的梦 什么梦啊 王又于是将自己昨晚所做的梦 向大家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究竟是什么人啊 是啊 他们怎么会叫你恩人呢 我想一定是王又做过善事 有人托梦报恩来了 难道那些黑衣人是厨房里的那些蚂蚁 对啊 一定是这样的 幼儿昨天发善心救了那些蚂蚁 让他们留在家中避雨 一定是蚂蚁为了报恩 治好了幼儿的病 一定是这样的 对的 很有可能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蚂蚁吧 当大家来到厨房时 竟发现厨房柱子旁的那群蚂蚁 正急急忙忙地离开屋子 往院子走去 这些蚂蚁真是有灵性啊 它们避雨后竟然自动离开了 多谢黑衣人救命之恩 因为王又布上蚂蚁的善心 感动蚂蚁之灵暗中助幼 才使它寿命延长 逃过死劫 由此可见 护生放生 终得善果 哪怕救护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这样爱的循环 仍是无可